作詞・編曲 編曲 編曲 剩下 約1.2% 最後我可能利用一些時間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們剛講 這腰可以用在早期腐質性治療 也可以用在晚期的一些病人 在沾線的一個 赫兔轉移性乳來病人 那這個就是在一個NANA的一個 study 就是说这些病人是属于 荷兔波罗百姓的乳癌 是转移性的乳癌 之前你接过两线治疗 疾病癌的进展情况之下 那我们把它分成两组 一组是过去我们使用 泰加病合并杰鲁塔 另外组是说 我们使用荷丽胺合并杰鲁塔 跟预防的一些止血药物 然后去观察病人 或去疾病进展的追踪 那你发现说 蓝色这个曲线是使用 荷丽胺合并杰鲁塔 那黄色的曲线是使用 这个集合法合并泰加病的方式 在平均中位数来讲 一个是8.8个月比上6.6个月 代表说说 你先使用这个荷丽胺合并杰鲁塔 会比单独使用这个泰加鲁 合并杰鲁塔 有比较好的 不病除够力的情况 就是会提升大概2.2个月 那以这个风险系数下降来讲 是减少百分之二十四 代表说百分之二十四的疾病复发 可被避免 那整体存活率来讲 你发现说 就差别最后没有那么明显 一个是24个月比上22点个月 那有趋势感觉起来有比较好 但同意上没有差别 因为转移性乳癌很难 看到整个除活率上的一个帮助 但是在无病的一个进展来讲 在第三线的乳癌病 你身上看到有它的帮助 那特别是属于在这个荷尔蒙素的阴性 如果你今天是属于荷尔蒙素的阴性 在第三线的治疗上来讲 你使用这个 荷尼蒙合并 几多打 或比你使用泰加电合并几多打 它整个无病的复合力 从原本的4.17个月 会停到6.97个月 可以有效提升它整体的 就是无病复发力的一个时间 那整个复发的风险 可以减少百分之五十大百分比 代表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 另外一个就是说 也是属于非内脏器官转移的 一般我们讲什么叫内脏器官 比如说像肺部肝脏 这样内脏器官 如果是骨头或是其他软肚脂 就是非内脏器官 那在这个图体你会发现说 使用这个荷尼蒙加脊鱼打 相较于只有使用泰加电生脊鱼打来讲 也是明显有比较好的一个 无病突破力的一个风险 那无病突破力的一个情况 所以是12.5个月比上5.5个月 代表这是一个有效的改善了 那风险系数你会发现说 也是只有56%病原来的 它的疾病复发可以被遗免掉 这整体存活率发现说 都有这个趋势 好像统计上是没有差别 但是它的趋势认为是有比较好 特别是属于荷尼蒙的阴性 以及是非内脏器官转移 那这边特别提到说 假设这个阶子属于非内脏器官转移对 它有看到整体存活率上面的一个帮助 也发现说它分别是 30.4个月比上21.9个月 它的风险系数是40% 代表说你使用这个族群的病人队 它可以提升整个有效存活的比例 那针对这种远端转移病人队 我们做的一个简单总结是说 这个NANA这个SATIDI代表说 我们使用这个赫利安合并解流打 可以有效的减少病人后续疾病进展的一个风行 那在一些非内脏器官转移病人队 有看到它整体存活率上有些帮助 那在使用实验上来讲 你使用这个赫利安合并解流打 相较于胎加进食用解流打 它使用疾病控制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亚洲族群病人看起来 效果实际上是不错的 那目前这个赫利安 它对脑部转移病人队 实际上是有看到它的帮助 因为我们很多药物看起来是没有药 但是这个赫利安看起来是有 特别有在脑转移病人队 它疾病控制是有帮助 那它的那个负重主要还是在拉肚子上面 所以针对这个赫利安的病人使用 需要注意拉肚子这个部分 这回到今天演讲的第一章实在是说 今天大家上完这个课要知道说 赫利安目前使用上有两个建议的情况 因为是在早期辅助性治疗 就是你打完那个喝癌品之后一年之内 他还使用这个药物 会建议使用一年 那使用的机量是每天给6颗 那你在使用过程中 你要注意病人要减少拉肚子的风险 然后给他预防他拉肚子 那如果说你在晚期的病人 我们什么时候会使用到赫利安的药物 就是说你使用过两线的药物之后 那病人持续疾病进展 那你可以使用这个赫利安合并解脑打 他可以有效控制病人 他疾病复发的一个风险 这是今天以上的一个演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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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